上海首富的一场生日宴 让六大主持人惨遭集体封杀 他们被无限期吊销主持人证 职业生涯就此断送 同为番茄台的主持人曹可凡 为何能躲过一劫 一句话让金星秀惨遭停播 他与金星又有着什么恩怨 4月18日晚上 上海外滩举行了一场浩大的生日宴 各大当红明星主持人到场庆生 其中就有东方卫视的六大主持人 程磊 朱真 倪林 陈荣 黄海英 戴刘飞等 周正义不仅没有为社会做出贡献 还扰乱社会秩序 这样的人却自称是英雄 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会避嫌这场宴会 而这六位主持人 作为影响力巨大的公众人物 却不便是非地敢去溜须拍马 先是陈荣发言 我们东方卫视的主持人 是不是都清朝出动了 春晚也不过这样的阵容了 接着是倪林自豪地说 我与周公子认识时间最长 已经有23年了 戴刘飞和房海燕也紧跟其后 声称自己与周公子一见如故 朱真更是当场认他做大哥 接着程雷不甘示弱地说 上海滩没有人不认识周先生 周先生认识了我了 说明我现在混上档次了 这件事一爆出 网友们纷纷怒喷 他们没有道德底线 这六位主持人都是有着很大影响力的人 理应给群众树立好的榜样 如今却对劣质斑斑的人卑躬屈膝 无疑是自毁前程 事情曝光不久后 就有消息爆料出了 关于这六位主持人的处理结果 他们被无限期吊销主持人资格证 未来一年禁止在上海电视台出镜 正在播出的节目被叫停 之前录播的节目也全部停播 据说曹可凡与林海 也被邀请参加了这场生日演 林海的妻子看出了其中的不妥 所以不允许林海前去参加 而曹可凡在犹豫时 被身边的一个朋友劝阻下来了 这才侥幸躲过一劫 如今白月兰奖即将开幕 作为东方卫视的王牌活动 该颁奖典礼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几个老牌主持人都被端了 真正有影响力的就剩下曹可凡了 可是曹可凡身上的争议点也不少 网友对他的评价是褒贬不一 惊心更是对他破口大骂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曹可凡虽然说不上主持一哥 但怎么说也是主持界的老前辈了 他曾在很长的时间里被誉为上海第一主持人 曹可凡1963年出生于上海 从小能说会道 他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医生 因为他认为医生是最神圣的职业 高中毕业后 考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部 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 他接触了主持行业 对主持产生了浓浓的兴趣 尽管那时的他已经考取了医学硕士学位 但他还是毫不犹豫放弃儿时的梦想 选择了播音主持这个行业 1995年他被正式调入上海电视台 长相憨厚 主持幽默的他 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 获得主持界最高荣誉 金化铜奖 还多次与央视合作主持节目 不过真正让大家认可他的事 他主持的节目 可烦倾听 在节目中 他结交了不少名家大腕 这次让他躲过一劫的 想必就是这些朋友 他的点评一针见血 直戳痛楚 因此获得了毒蛇的称号 当然曹可凡的这种性格 也惹恼了不少人 他曾在接受采访时 批判当下真人秀 称倾注所有资源于真人秀 无异于引真止渴 他的言论在网上引起很大的争议 得罪了不少同行 很快 同样毒蛇的精心就给出了回应 他嘲讽曹可凡 自己主持的节目没人看 也没人邀请他参加真人秀 在那里瞎矫情 有传闻称 金星和曹可凡的关系一直就不合 金星秀的停播 极大可能是因为曹可凡的举报 金星因为这件事和东方卫视闹掰了 因此还被封杀了一阵子 所以两人多次在节目中争分相对 关于真人秀 网上也一直流传 是曹可凡搞垮了极限挑战 当然这些都只是传闻 毕竟我们不是当事人 所以无从查证 时间会给我们带来满意的答案 作为一名主持人 曹可凡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 希望他以后能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